第二它是晚上有一次 在似睡非睡时 一下子就像有人把我推到高处 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 后来又慢慢将我放下来 持续两次 我感到很舒服 认为这是佛光普照 当时我以为在做梦 但我用手一摸念佛机 幻想着 这个幻想着大悲咒 才知道不是做梦 不知道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环游念佛总喜欢打坐默念 有人说念畜生比默念功德大 这个说法是不是对 请老巴斯指教 这个境界限期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不是你一个人专有 那么我常常遇到同修来跟我说 可见得这个境界是许多人都有的 那么守着一个原则 是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也就是说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去 不理它 所有境界都是好境界 如果把它放在心上 常常挂念着这种境界 很容易变成魔障 也就是说 魔得其病 他知道 他给你动动手鱼 你很在义 你很在乎 他的效果收到了 那么以后麻烦就多了 所以不要放在心上 那么念佛 打坐默念可以 念佛是行住坐卧都可以念 这个才自在 所以他比其他法门容易 倒立在此地 默念也行 畜生念也行 那么有人说 畜生念比默念功德大 大概是说什么呢 畜生念 由别人能听见 能听见 所以一列耳根 永为道众 你把佛的种子 种在那个听见人的心里 这是功德 这是你做了好事情 但是默念呢 虽然一般人听不到 鬼神能听到 所以不能说没有功德 那么这个就是 看你自己的方便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